所以我經常這樣想 天界的人自己知道的事 很想告訴世人是否正常 但又沒有因緣 如果你說龍樹菩薩 假使這個因緣出現的話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他在說的是龍宮的寶藏 他裏面說 將龍宮裏面的寶藏 適合我們人類的經典 取了出來 不適合的太多了 沒有拿過 即是說大乘經有很多經典記者 龍樹菩薩 龍宮取出的 聽起來好像很神話故事 我如何印證呢 好 如果你這麼說歷史文字 很難印證得到 我用一個人去印證 我用佛陀 佛陀一生的行為 到底你用大乘法印入詞 還是用小乘法印入詞 對不對 為何佛要一生用他的身來教我們呢 首先大乘法當中 他沒有違背三法印 對不對 是不是又是諸幸無常 諸法無我 無我的嘛 是不是列盤正正 他雖然廣道眾生 但是他三樣東西存在 是不是三輪體空 內無能思之我 亦無所化之眾 更無所說之法 沒有染的 是否第一時間 他已安住金剛 波野 波羅蜜 是不是合於小乘的三法印 一定合的 第一 他沒有離開三法印 第二 他所說的 諸佛菩薩 不是一生在這個世間可以成佛 是累劫修行 在這個世間修行 三大阿生其劫 他本身所說的是 難忍能忍 難行能行 是不是釋迦如來正在做的 接著 你說 你講而已 捨棄 真是捨棄 捨棄皇宮 捨棄福樂 捨棄一切 捨棄生命 是不是釋迦如來 那些大乘還是小乘呢 你用大乘法一印下去 塌塌陷 等如 我們剛才說 恭敬眾生 成事眾生 是吧 普言行怨是大乘法 拿來讀釋迦牟尼佛 等不等如 等如 佛教教了我們一句說話 叫 知法不二人 你的法和我們的佛陀 舉心動念代人節物 行住在我一模一樣 怎會不是大乘呢 我們記不記得我們怎麼說過 我們怎麼分呢 日後我們將來說法 也好自受用也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的法心 是為自己 或者自己 眷屬福樂的 你是甚麼法心 仁天法心 初級 如果我為我自己解脫 不染世間的 這種叫做甚麼 義成法心 對不對 如果我不為自己 我為眾生 我念念為眾生 這是甚麼法心 菩薩大乘法心 是不是 我們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用這個準則 去套入釋迦如來 套不套入呢 怎麼可以說佛是小乘呢 我們的老師一定不是小乘 但是他為何會教小乘法呢 因為那時候很多外道 同不同意 他要涉伏外道 是不是用義成法安納他們 因為他心水解脫 解脫解脫 佛要安納他們 所以在《妙法蓮花經》所講的 我們看看 很恐怖的一個現象就是 佛講《妙法蓮花》 講完《無量義經》 那裡已經說法四十幾年了 佛陀說法四十幾年 有很多弟子跟著 有一次有弟子問佛 哇 如來你這麽漂亮的 子 不要再問 接著又放光 如來呀 我忍不住 你可以告訴他 你是否準備為我說大法呢 我們很想聽 指 指 即是不要再問 不要再問 到第三次 無可忍 如來 真是你 你這麽漂亮 我怎麽可以不問呢 唉呀 安難 你如時三問 我怎麽可以 不為你說 你知道如來慈悲 如來未罵過一個人 未罵過一個學生 未罵過一個學生 我如來很慈悲 你如時三問 我怎麽可以不為你說呢 不過這樣 我難 如果我為你說 真相慢的人 當舵大險坑 我不能說 一聽完 有五千人起座 出家男女 在家男女 四眾弟子 有幾多人 我們現在有幾多人 七十 給你 好嗎 五千人 是否一個大體育場 不止 一齊起床 走去 你可不可怕 是嗎 我看經過 就看了景象 哇 這個 這個 好可怕 跟了佛陀 好多年 幾十年 佛陀一說這句說話 起床 走 走了之後 佛就說 好 離開那些 一一都是 真相慢 的修行人 他們自以為正得阿羅漢 自以為正得匹之佛 我很想告訴大家 在我的法中 無有餘成 只得一成 有沒有聲聞原覺 沒有的 只得一成 所以佛就在那裡說 如來出現世間 一一大事恩怨 目的是什麼 為眾生開佛之見 有如來的身相 告訴你有一切種子 知道一切法 開佛之見 是佛之見 告訴你一切恩怨果報 一切法門 令眾生誤佛之見 入佛之見 不是入羅漢之見 不是入癖之佛之見 是入佛之見 是入佛之見 無有餘成 只得一成 於是佛就說 如來的壽量 如來的方便 對一切二成人 叫化成慾 明白嗎 所以在《妙法年花經》 開拳顯實 是指 不是說苛斥二成 不是 他沒有苛斥過二成 他是苛斥 曾上萬人 未得為德 未正為正 這些曾上萬的四種弟子 佛說 似非我的學生 但跟隨了如來幾十年 有嗎 但如來有沒有趕走 沒有 我先留意一下 接著 為眾生 在會的眾生 說苗法年花 他說 我在這個世間 方便 權巧 方便 展示出 異成的教法 目的 令一切眾生 圓滿他的欲望 凡苦的欲望 是甚麼 離苦得落生天 是嗎 異成的欲望 或者外道的欲望 解脫生死 我圓滿他 但是以為解脫生死 便可以正得佛的圓滿智慧 佛的果實 是不可以的 佛的果實是甚麼 佛的果實是因為 導眾生而顯現的 你沒有導眾生的心 是不可以的 所以 苗法年花經 以哪個為代表 以普門示現 觀世音菩薩 是否普門示現 是否普然願 你看 都看到了 教化我們 需要 與金剛經有合 菩薩欲要法 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當須發言 道一切眾生 是不是 道一切眾生 而無掩三世假象的人 當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無量而經 亦都說 無量而的法門 從無相而生 空直的法體 而因為悲憫 過去現在 將來無數眾生 執架 永處生死 是悲憫這件事 而幻然出一切身形 因為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事宴無量 因為說法無量 異亦無量 所以這種法門 名為無量而 尊無過上 問你真正 所以 這個法最不思議 通一個法 通一切法 我發覺我自己 這些明佛法 因為通無量而 無量而經 所以我便說 宇宙虛空 就是究竟 當一個覺悟者 明白究竟 而因為敏念一切眾生 開出無數的法門 無數的法門滲下去 都是通達這個究竟的 這個法門 最不思議 所以我會覺得 大成在歷史上 在一個經典的出處 的而且確 我相信 都不是人去紀錄 因為人的紀錄 沒有那麼完美的 的而且確 但是無論他怎樣紀錄都好 與釋迦如來 一生的行義 說法 講的法理 全部一致的 這個才是我要講的一件事 我們曾經講過 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我們要依法 不依人 首先 我們要恭敬一切修行人 我們恭敬一切 南泉 小誠 仁天誠的修行人 要不要恭敬 要 那他們是不是佛法 是 但是如果依這個佛法 以為是如來所講的究竟法 我覺得 好似 味道鞭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我們經歷過世間法 五界十線 很容易聽 聽完 伊成法 抽象些都明白 但是一講大成法 真是害怕 害不害怕 好害怕 我做不到 我看到這些菩薩做到 我都害怕 所以叫威懾世間 當一個人做到 他有大的威望 涉到一切眾生 所以大成的修行人 往往不可思議的示言 我自己也是 真真正正 心領神會 明白到 大成經裡面所講的義理 用會貫通 他一定是合到 小成所講的境地 一定合的 即兼容的 但是小成的心量 一定包容不到大成菩薩 這種心量 就算是小成經 都有講菩薩的名相出來 不過沒有很清晰去界定 他們的行儀 為什麼呢 因為佛對著那幫弟子 未發到這些心 未發到這些心 好了 當然 至於事實是不是這樣 或者有沒有其他論據呢 我現在這裡 就只是講出我一孔之見 就是我一己的看法 如果有興趣研究的 可以透過其他的經典 我們再去討論 不過 無論大成佛法 是否佛雪 我自己個人覺得 以十波羅蜜 以四無量心 以普然行願 於一切世間 他的修行價值 是無窮無盡的 是一切讚嘆善恨 讚嘆大成的人 是會同化到 融會到的 亦都在 契合的三法印當中 他是和般若的義理 是同出一切的 我們大成經典當中 我們會建議大家 參考這個 金剛經 玄閣經 無量義經 妙法年花經 寧嚴經 或者華嚴經 還有很多大成經 我這裏不寫下去了 如果有時間 你可以隨意拿大成經 凡是大成經 一定說兩件事 世間法 無窮無盡地度眾生 對不對 出世法 從來沒有厭過生死 就是這兩件事 好了 不過 未講後面之前 回覆一點點很重要的事 講義沒有的 就是前面的世間法 出世法 問回大家 因為講完大成 好像很多東西 其實很容易 我不是教大家怎麼記 如果一個人 只追逐世間福樂 是不是仁天福報 好 好了 如果我想教他修行 怎麼教 首先教他 記得了 小誠又要歸依三寶 仁天誠又要歸依三寶 大成菩薩都要歸依三寶 剛剛 歸依三寶行先 是沒有的 如果凡夫的 是不是叫他 嚴守五戒 力行十善 他做不到十善 叫他培養十種善良的心態 是 搞定 那當然 過中細節 自己摸索 這個就是人人演繹不同了 我也是我的演繹 你這些可以你家裡的演繹 但是目的都是一如一的 指十惡 行十善 對不對 歸依三寶 搞定 第二個 義成人 聲文誠 我們記住 他是由有學明白了 由外在的行為 靜化自己的見思意惑 對不對 好像攪一杯水 慢慢不要攪 然後拿開手 那杯水就自己沉澱 是不是健性 你用這樣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就是三十七座道品 五斤五力 擺整個五斤五力 就會產生五力 七塗堤分 八正道分 四念柱 四正勤 四如意足 搞定 至於是怎樣 自己慢慢再嘴角 來來去都是負責滅道 三十七座道品 很容易講完 十二因緣 更簡單 在電製裡一拔它 什麼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你去研究一下 十二因緣便研 研完之後 到最後你懂得拔電製 就可以了 船坡怎樣轉 轉到什麼顏色 轉左還是轉右 不用理會 封了個洞便可以了 是不是很容易講完 無錄 好 當然 我很趣味 把複雜的東西 幫助大家 用最簡單的方法 記得它的作用 以及怎樣受用 自己受用 教別人怎樣受用 對不對 就是說法者的心得 世間法 因果 出世法 各誤解條 好了 一到大乘法 大乘菩薩 大乘菩薩 複雜很多 不過怎樣複雜 聽聽我怎樣將它簡化 又幫大家記下 大乘菩薩有兩樣特點 第一 永遠覺悟 雖然它的軀體還有很多煩惱 黏著它 但是它怎樣覺悟 它不是馬上 就馬上跳出這個身體 跳出這個境界 不會的 你放心 但是它永遠知是因果 就是我來的 它知道就不煩惱了 它不是說 我馬上跳出這個身體 三頭六臂 它不是 如果是變的 那些有因緣 即是有過往生的怨力 而顯現 它才會變的 你不見光局裡變 你不見婆羅門女傑 它不會變的 沒有因緣是不會變的 但是它一知道 它立即放下 一放下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同德解斷 第一方面 永遠知道眼前的景象 過去現在將來 所有東西是宇宙虛空的幻化 第一 第二 它以餘患的身軀 掌揚無邊的慈悲喜捨心 即是四無量心 沒有四無量心 它能行到大乘法 那我們怎樣去體驗這個四無量心呢 我們就是由自己最疼的人開始體驗的 那你就會體驗到各個眾生 原來都疼自己 所有天人 人 畜生 臥鬼 地獄 都有自己最疼的人 或者我們可以幻想一下 我們去到極樂國土 阿彌陀佛 以神力 給我們看回過去自己的父母 我兄弟姊妹宿伯 全部在大欠客 你最疼的人 全部受苦 然後問 你不叫醒他 還有誰叫醒他 以一切眾生的快樂 以一切眾生的覺悟 為自己的目標 那你就掌揚慈悲喜捨心 跟著怎樣呢 你每出現在世間 就只是為眾生而出現 所以眾生永遠是大於重要過自己的 那我們怎樣呢 報師呀 愛語呀 禮行呀 同事呀 來到去安頓眾生 令眾生不知不覺 接受正法 那一個菩薩在世間 除了自利各誤之外 就要利益眾生 他不信恩果的 想辦法令他信恩果 他不歸於三寶的 想辦法令他歸於三寶 對不對 他不自正其意的 想辦法令他明白 一切無常 大成心 一看到大成根基 不要客氣 刺激他 刺激他 刺激他的大成 因為大成 他不是這個世間自己修行 通常在這個五族惡世 正常是不會出產大成產物的 大成人是怎樣 成願而來的 你記住 所以成願而來 你不怕刺激他 一刺就醒了 所以大成法 你一刺激他 刺激他 刺激他 他就發氣 他一發氣 你哪個都說不到 跟著跟他說 十波羅蜜 報師 慈戒 忍辱精進 行為上 禪定 般若 自覺上 跟著做不到的事情 發願 方便願力治 對不對 當然細節的 自己回去看 不明白的 不要緊要 上bddc.xk 每一講都有詳盡解釋 我不用在這裏再解釋 哇 多棒 你要什麼有什麼 問題就是你何不何 那意思 你想不想明白 那意思 搞定了 搞定了 所有大成菩薩 務求要他發普賢怨 收工 受不受理工呢 OK 我不明白普賢怨 我教不了人 麻煩你先明白 我不懂法普賢怨 我如何教人法普賢怨 你自己先發 諸如此類 欲要學什麼法 自己先做 然後教人做 真真實實 腳踏實地去做 自然與法相應 人天誠 小誠 大誠 是否全都告訴你 當然 細味的事 細利的事 靠你自己慢慢回答 OK 好了 接下來 講一些 我以前很少講 不過 我試下講到 不要心直口快 我的人是說直的 我不要 直得來 我都要轉彎目角 因為以下下來的 會得罪人 我以前有些說 我都抽氣了 因為我不想在網站上 被人攻擊 但是 如果是好同學的 我不可以不提你 如果你沒有的 不要讓他有 如果你有的 請你諒解我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針對這種現象 會阻礙了你 要注意 打預防針 有事的 快點免疫 它 撕掉它 以下下來 要講的是 我在佛法當中 佛例講三成教法 我就加多了一類 歸立了一類 其實都是佛講的 是叫做三成普攝 三成普攝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有沒有一宗法門 下根又可以 中根又可以 上根又可以 原來佛陀在這個世間 真是遺留了很多這些法門 當然有些都入於大成 那是甚麼來的呢 以下下來就講三成普攝課程 它的教法對象是 小學中學大學 三成都可以 人天成都可以 小成都可以 大成都可以 教法的目的是甚麼 不要走錯路 安安穩穩 由你一學佛 直到你成佛 永遠不錯 這些法門相當之好 亦都日後可以 給他們作為一個寫照 三成普攝課程 我好像分開成五段 好了 第一個 修行佛法 常見病態 為甚麼叫病態呢 他是很想好 他的心出發點 是真的很認真去做 但因為過往生的妄執 惡業或者邪屍所累 令到他生了邪見 那他便會生病 生病 如果你沒有人醫 他便會干擾他健康 甚至會終止他的慰明 所以這個病 不能不說 講出來是甚麼 打預防針 迷信病 通常我們見到 學佛修行的常見病態 你是老師來的 一見到人生病 你便會知道他有甚麼病 是怎樣醫的 有甚麼病 有一種病叫做迷信病 第二種病叫做學者病 第三叫做盲目恩秦修行形相移軌病 第四種追求禪定境界修行病 接著是追求神通力量修行病 追求促正圓滿果衛的 都是修行病 不安分 老老實實學佛便好 又說馬上搞定 真的有些這樣 我搞定了 搞定了 是呀 成就了 不過秘密又不能告訴你 是甚麼來的呢 我感覺到此欺欺人 你的老師不是佛陀羅 你醫了人為師 或者你醫了某某教派 或者你醫了某某祖師為師 你離開了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沒有這樣說過 在《妙法蓮花經》 佛為他的弟子一一授記 但是所有弟子都要成事幾百萬億余來之後才會成佛 何來我們在《妙法》時期可以絕一聲成佛呢 沒有這樣的事 如果有的請打問號 更加要小心檢查這種法門 甚麼目的 用甚麼方法 令我們達到這個目的 將這種方法 拍攝釋迦牟尼佛的方法 拍攝一看就知道了 合不合三法人 一拍就知道 一不合的 你想你了 提了你了 當然 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你自己喜歡信甚麼 擋不到你 你真的要走錯路 辛苦自己少少 將會發現再到他 沒辦法了 好了 說一下 世上很多人 雖然是熱心信佛、學佛 虔誠信仰 很虔誠的 很重視信仰 但是是信仰 甚麼是信仰 我相信他 我仰仗他 我全靠你了 你保佑我 我很會做的 你叫我做甚麼 我就做足甚麼 虔誠嗎 信不信仰 很多宗教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對嗎 敬畏、取悅 就可以了 但是學佛不行 不是用虔誠信仰 代表你愚法修行 不行 但是因為他們未能深入認識 整體佛法的面貌 更加不知道甚麼是 人誠、天誠、聲文誠、遠角誠、菩薩誠 甚麼都不知道 更加未能清楚了解自己的根基 這個值得要看一看 很多修行人 看一看《金剛經》 就當自己是大乘菩薩 有嗎 有的 明白嗎 一看某某經 就當自己是那些人 即是我們看小說 看看古龍 看看金融 甚麼紅十八掌 他當自己都很厲害 即是投入了 我們看看功夫 如來神掌 他就當自己是如來神掌 那種 都投入了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弘法者 剛才我們不是說 我們看人 就是懂得看人的根基 是吧 你自己問一下 你自己 你學佛為了甚麼 我學佛為了 都是為將來好些好些 那就是凡夫了 我相信這裏不會有很多人 為了解脫生死吧 但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說 不是呀 我真的想明白佛法 我想和別人說 我想幫多些人了解佛法 那就是菩薩總乘 但是未必是覺悟了菩薩總乘 可能是初發以菩薩總乘 明白嗎 一定要很清晰自己的立心 自己的基礎 那你就善選擇法門 法門擺在你們面前的了 你很清楚的 你未得就未得的 你不敢拿的 你得為何不拿 快點拿吧 是吧 我明白 要如法 刻如其分 受用佛法 記不記得我講的 哪一班最威 每一班都威的 沒有一班不威 對班是最威 你自己做自己的老師 自己做自己的學生 給自己最適合的課程 做吧 但是一得就晉升 一得就晉升 對不對 我不敢發大成怨 不要發著 不是呀 我明天就這樣 發吧 你一得就去做 一得就去做 不要騙自己 我未得就是未得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不是這樣想的 他不了解自己的根基 所以我講佛經 我說真真正正講佛經 認識佛陀 認識佛法 認識自己 認識修行 對不對 四個認識 你能夠安立得好 你處處都是安立在如來最正確的教導當中 過你的人生 在修辭佛法過程當中 原來有很多人因為未了解自己的根基 每每編執某類法門 或者依照個人的喜好 或者見解 來解釋修行 來修行 結果很多時候會出現各式各類型的修行病態 一般常見的病態 可以分為幾類 這裡先走了用學者病 迷信病歸納在第二 都一樣 有很多人信佛法 我們最初說 編執門戶 禪宗就爭禪宗 淨土就爭淨土 天台宗就爭天台宗 律宗 三論宗 嚴守宗 各宗各派的祖師 他們的心得 已經變成了後世 很多人編執門戶之見 有沒有 有的 我宗最好 禪宗威 你淨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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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威 你淨土威 淨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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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明佛法 你不會的 中中一樣 對機和適當用法 好了 這種病態 我們所說的 學者病 我們世人讀書 是不是習慣 讀多些書 有多些學問 收集資料 寫論文 論文越寫得好 分數越高 對不對 當然是這樣的 拿了這套 擠進學佛 有沒有 很多 有多